婚礼前夜 我群发消息 我和柳如烟的婚礼取消 那夜 她和初恋出去喝酒 被我发现 她还反过来问我 取消婚礼是几个意思 我冷笑一声 亮出手机里的照片 柳如烟看到照片后 眉头紧皱 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 你 你凭什么管我 我们还没结婚 我出去见谁是我的自由 我全都紧握 忍着心中的怒火 你要自由 以后你彻底自由了 婚礼前一周 发生一个小插曲 陪柳如烟去世穿婚纱 我在婚纱店遇见初恋孙世奇 时隔六年再相见 尽管她努力掩饰 但我能察觉到她内心的波动 她眼神闪躲 不敢正视我的眼睛 她还和以前一样 没遇见流露出 让人心生怜爱的神情 不同的是 她眼睛中隐藏着万千思绪 正在我愣神时 柳如烟一生老公 把我拉回现实 老公 我穿这件婚纱好看吗 我回过神来 看向柳如烟 漂亮 很适合你 柳如烟有些兴奋的说 这件婚纱是孙设计师亲手缝制的 孙世奇看向柳如烟 这件婚纱在我心中很珍贵 他盯着柳如烟身上的婚纱 似乎对这件婚纱 有不一样的情感 我看着婚纱上的玫瑰花 陷入了回忆 世奇 下月我们就结婚 这是我为你设计的婚纱 有你最爱的玫瑰花 到时候你一定是最美的新娘 我们一起牵着手 走进婚礼殿堂 世奇 我想好了 不要这个孩子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我们不可能生了孩子 还和别人合租吧 世奇 婚纱我很喜欢 你给我这件婚纱 不会反悔吧 不反悔 这个婚纱只能你穿 讽刺的是 现在这件婚纱 穿在县女友身上 不知道孙世奇他妈 知道我现在的成就 会不会后悔 当年做出的决定 柳如烟穿着婚纱转一圈 好 老公我们就订这件 老公 快去交定金 好 柳如烟看向孙世奇 对了 孙设计师 下周我们结婚 我想邀请你 孙世奇看了看我 神情有些慌乱 为了缓解尴尬 他弯腰做出一个请的动作 先生 这边给定金 他快步走向收银台 我跟上去 轻声问道 你还好吗 一万定金 孙世奇盯着电脑 没有回答我 后悔吗 后悔跟我过的那些苦日子吗 我继续问道 这一直是我的心结 当初他妈嫌弃我没钱 跪在我面前求我离开孙世奇 孙世奇也没答应我的求婚 也是因为我没钱 这些年我一直在证明自己 先生 这是你的收据 我接过收据 看着上面的字彻底崩溃 我哭了 柳如烟的叫声让我瞬间清醒 老公好了吗 我慌忙擦去眼泪 不动声色把收据放在裤兜里 走吧 老公 走两步柳如烟又转身 孙设计师 记得来参加我们婚礼哦 柳如烟牵着我的手往外走 身后传来店员们一口同声的祝福 愿新人百年好和 永结同心 在其中夹杂着哽咽的声音 我回头看了一眼孙世奇 正好看到他一滴眼泪落下 当年的事 应该放下了 如今我有了更值得珍惜的人 转眼就到了我和柳如烟的大婚之日 我在脑海中反复演练婚礼流程 我打电话给婚礼策划 再次确认各项安排是否妥当 为了给他一个完美的婚礼 我租了十二辆麦巴赫作为迎亲车队 还请了本市最知名的婚礼策划 来策划这场婚礼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明天去迎娶我心中最美的新娘 然而 我的好兄弟给我发来一组照片 让我的心沉入谷底 和柳如烟做一起喝酒的那个男人 是他的初恋 良辰 我把照片放大再放大 顿时心颤了一下 他们眼神中那种爱意是藏不住的 我左手捂住胸口 右手继续滑动屏幕 直到看见最后一张照片 我的心被狠狠撕裂 他们抱在一起深情亲吻 我放大图片 清晰可见他们舌头交织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放大图片 看得那么仔细 我感到全身无力 倒在沙发上 这算什么 是想在婚前弥补和初恋的遗憾 愤怒与心痛交织 我失去理智 我起身 准备去捉肩 可走到门口 我停下了脚步 又退了回来 我深吸一口气 没必要去给自己找男堪 闹到最后 只会闹得人尽皆知 我被绿了 小丑是自己 我拿出手机编辑了一条短信 明天我和柳如烟的婚礼取消 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群发给亲朋好友后 我又通知婚礼策划 婚礼取消 一切损失我来付 手机不停地响起 我却不想再回应任何人 我点燃手中的烟 火光忽明忽暗 昏暗的房间里 空气也变得沉闷 手机屏幕亮起 我看是老妈打来的 我按下接听见 南非 你和柳如烟吵架了 小两口吵吵闹闹很正常 不应该取消婚礼啊 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 妈 柳如烟她 我不知怎么开口 我的情绪瞬间崩溃 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爸接过电话 听到我声音不对 大男人的 别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天还没他 顶多是他了一半 哭啥 丢人 我爸特别爱面子 这次我突然取消婚礼 家里那边的亲戚 肯定会说三到四 他还来安慰我 我心里好受了一点 刚挂完电话 柳如烟妈妈又打来电话 我直接挂断 我把那张柳如烟和梁晨 抱一起亲吻的照片 发给了他妈 凌晨一点 柳如烟被他妈抓回去 他醉醺醺来到我们的婚房 看样子喝了不少酒 在婚礼前夜 他和初恋出去喝酒 在酒精的作用下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脑补了很多画面 我就是那种喜欢脑补的人 一点小事 我也会往更坏的方向去脑补 比如 坐在车上 我大脑中就会出现车祸的场景 在医院的场景 来不及告别的场景 我还会想人在死的瞬间 会不会有遗憾 我也知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种病 柳如烟一进门 他便质问我 取消婚礼是几个意思 我没有说话 拿出他和梁晨 在一起喝酒的照片 柳如烟愣愣住了 脸胀得通红 你凭什么管我 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 我们还 还没结婚 我出去见谁是我的自由 你要自由 以后你彻底自由了 我冷冷地说道 昏暗的房间里陷入沉寂 烟灰缸里烟头闪烁着微弱的火光 散发出淡淡的烟雾 沉默一会儿后 柳如烟声音沙哑 我和梁晨真的没什么 就是在一起喝了酒 他是来祝福我的 我承认 我们曾经在一起过 但那都是过去时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自嘲地笑了笑 心里只有我吗 我找出他和梁晨亲吻的照片 你们吻的是那么深情 你有脸说心里只有我 下一步你们是不是打算去酒店 柳如烟瞪大了眼睛 南非 你心眼能不能不要那么小 我张了张嘴 却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继续说道 你快发消息 明天婚礼继续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气笑 我的三观碎一地 这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他怎么好意思说出口 我没有这种天分 容忍不了他的背叛 南非 你要相信我 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强忍着怒气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没上床 就没做对不起我的事 柳如烟突然安静下来 他深情看着我 他过来试图抱我 我想起他和梁晨舍吻 我感到一阵恶心 我用力推开他 别碰我 我嫌脏 柳如烟咬紧牙 南非 你别后悔 我走出这个大门 你就真的失去我了 滚 我一声怒吼 我的怒气在这一刻爆发 他转身摔门离去 每次吵架 他都这样 以往我会立马去追他 不管有没有错 先主动认错 然后哄他开心 我累了 我的心好疼 我突然感觉好冷 全身发抖 原来人在极度崩溃下 真的会生病 我发烧了 全身发冷 高烧让我迷迷糊糊 外面下雨了 我已经无力起床 我在迷迷糊糊中 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我生病了 瑞景院9号 再次醒来 我手背上插着输液的针头 冰凉的液体 缓缓流入我的体内 我努力回想 昨晚迷迷糊糊中 电话好像打给了初恋 孙世奇 我拿起电话 查看通讯录 果然是打给他的 昨晚在无意识下 竟然拨通了孙世奇的电话 有点不可思议 我小心翼翼地 从床上坐起 目光落在熟睡中的孙世奇身上 看着他的睡颜 我出了神 隔壁床的响动 惊醒了孙世奇 他慌忙用手擦去口水 脸上的红韵 不知是趴着睡觉弄的 还是他害羞了 你感觉怎么样 他关切地问 已经好多了 我好奇地问 我试着输入你的生日 门真的打开了 他微笑着说 五年了 他还记得我的生日 世奇 当年 啊 你的手回血了 他慌张地起身去暗铃 他越过我的身体 俯身去暗铃 我们之间的距离如此近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体温 这个姿势也很暧昧 刚才情急 世奇现在反应过来 他微愣几秒 脸瞬间红到耳根 我感受到了他滚烫的呼吸 二床什么事 护士推门而入 打破了这短暂的尴尬 世奇慌忙起身 那个 他的手回血了 护士过来 给我重新换了液体 既然你没事 我先走了 世奇起身往外走 他走了 我没有理由 让他留下陪我 当年我留下一封信 悄然离开 那封信的内容 我依稀记得 世奇我走了 我没有能力 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希望你幸福 永远快乐 南非 我无意去打扰他的生活 如果不是昨晚稍糊涂了 我也不会打电话给他 离开医院 回到家 我的喜字像一把尖刀 刺入我眼中 我忍不住扯下喜字 将它揉成一团 紧紧握在手中 手掌传来剧烈的刺痛 原本今天是我和柳如烟的婚礼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 此刻我们应该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家中的每一个角落 都布置着喜庆的装饰 显得那么的刺眼 这些是我昨天亲手布置的 此刻我只想全部把它拆下来 我决定卖掉这套房子 住在这里 只会天天让我想起我被绿了 打开房门 客厅传来熟悉的声音 南非 你去哪了 我在家等你半天了 我眉头紧皱 轮轮回应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南非 不管你认不认 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既没有办婚礼 也没有领证 还好 柳如烟说办完婚礼 再去领证 也省去离婚的麻烦 我得感谢他不催着我领证 南非 我和梁晨真的没什么 你别小题大做 好不好 我小题大做 婚礼前夜背着我约见初恋 关键TM还舍稳 他说的每一个字 都让我感觉到那么的恶心 滚 南非 他带着哭腔 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委屈 我冷笑 是我心胸狭隘 是我错怪你了 你不走 我走 我转身上了二楼 走进卧室把门反锁 南非 我拿出行李箱 开始收拾 我打开衣柜才发现 我的衣服全是柳如烟给我买的 几乎全是灰色 其实我并不喜欢灰色 昨天看照片 我才发现梁晨穿的就是灰色 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灰色衣服我一件没拿 收完 我坐在窗前 想了很多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的五年 我给他一切他想要的 宠他 呵护他 我想起那年我车祸 脚受伤的日子 柳如烟没日没夜照顾我的样子 柳如烟说 南非 如果你截肢了 我照顾你一辈子 他给我做饭 给我擦身体 推着我出去散步 陪着我慢慢康复 那时的他对我是真的好 不知是什么时候他变了 我想了很多 一根烟抽完 我拉着行李箱走出卧室 柳如烟还在楼下沙发上坐着 看见我拉着行李箱出来 柳如烟慌了 南非 我错了还不行吗 他眼泪开始往外流 他拉着我拉行李箱的手 南非 我错了 你别走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我甩开他的手 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 停留了几秒 我看了一眼我和柳如烟的合照 南非 你赶走 我马上就叫梁晨出进来 你别后悔 我淡淡说道 忘了告诉你 这房子我要卖了 你可以滚了 等会儿会有人来换锁 柳如烟笑着看我 房产正在我手里 你休想卖房子 不知道是他傻 还是他以为我傻 房产正是可以补办的 只是麻烦了一点 到现在还要来恶心我 就别怪我无情了 我接受了公司外调 去护城负责分公司的运营 之前 总部和我商量多次 为了柳如烟 我一直没同意 这次我主动提出外调 我到了那边 公司HR还给我打电话 向总 我觉得有件事 还是要告诉你一下 你太太 这段时间天天打电话问你去哪了 我们只告诉他你出差 别的什么也没说 你看要不要告诉他你掉走的事 你就说我辞职了吧 其他的你不用多说 挂完电话后 我拿出另一部手机 开机 柳如烟的消息不断涌入 差点卡机 南非 我好想你 我错了 他们都不告诉我 你去哪了 我怎么也找不到你 你还记得你出车祸 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你吗 我对你的好 你都忘了吗 不能因为我犯一点错 就否定我之前对你的好 南非 你原谅我好吗 当时我喝了酒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做出那样的事 但我心里从来都只有你 南非 我等你 等你气消了 就回来 爱你 刚到护城 我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 我把他拉黑了 我打开相册 开始清理和柳如烟相关的所有照片 可惜了我很多帅照 旁边都有柳如烟的身影 只好忍痛一起删除 清理完有关柳如烟的信息 已经是半夜 关于他的一切都可以删除 但心中的痛无法愈合 柳如烟成为了我心中的一根刺 我总会想 那晚他有没有和梁辰去开房 不堪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凌乱的床单 衣衫蓝绿 酒疯甘露的激情 陶醉的神情 每当想到这些画面 我的心都好像被刀刺一样疼 来天 我试图用繁忙的工作来麻痹自己 但每当夜幕降临 我就陷入了无尽的煎熬 我无法入眠 吃了药 看了医生 一点又没有 我在网上看了一记良方 治愈情商最好的方式 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我半信半疑 疯狂去相亲 这天 我去相亲遇见了孙世奇 她是陪相亲对象一起来的 这尴尬的场面也没谁了 脚趾头都要抠出三十一厅 外加一出一位 为了让相亲对象不尴尬 我和孙世奇就像商量好的一般 默契的装作不认识对方 以免更尴尬 相亲结束后 我一个人坐在咖啡馆 我拿出那张收剧 目光落在孙世奇的字迹上 久久不能平静 上面一排很熟悉的字迹 和你在一起的六年 我从未有过一丝后悔 这句话解开了我多年的心结 当年被她妈妈看不起 说我穷 跪在地上求我离开孙世奇 当年的我无法承受这样的羞辱 选择悄然离开 回想起当年我和孙世奇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的工资不高 只能和别人合租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 为了节省 我们吃了大半年小笼包 那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可最终还是败给了现实 我单独约了孙世奇见面 一方面是感谢他上次送我去医院 另一方面想和他说说话 我心里憋住很多话 无人倾诉 孙世奇坐在我对面 显得很淡然 上次大晚上的麻烦你送我去医院 还没来得及好好谢你 孙世奇没有说话 自顾自地喝着咖啡 我继续问 你怎么会来护城 公司派我过来管理这边的新店 你和柳如烟是怎么回事 孙世奇突然问到这个问题 我有些尴尬 不知道怎么给世奇说 毕竟对一个男人来说 倍率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想了想 还是和他说吧 这段时间憋在心里也很难受 柳如烟的初恋回来了 所以 孙世奇没有继续追问 你呢 现在怎么样 一个人 带着孩子 我心里一乐 原来他离婚了 他现在也是一个人 南非 其实 孩子 秘书一个电话打进来 嗯 知道了 对了 刚才你说孩子怎么 世奇说道 没事 就是出来太久 我该回去了 我开了车 我送你 不用 就在前面 走几步就到了 那我陪你走走 孙世奇没有说心还是不行 起身走了 我跟在身后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我和世奇走在陌生的街道 让我想起我们刚毕业那会儿 拖着行李箱 满大街找便宜的住处 累了就在公园长凳上休息 饿了便买两个包子一瓶水 那时的我们 拥有简单而纯粹的幸福 和孙世奇在一起的第六年 他怀孕了 我向他求婚 亲手为他设计了婚纱 但那时的我们还没房 世奇不打算要孩子 也不考虑结婚 加上他母亲跪在我面前 让我离开世奇 我一记之下 选择离开 现在想想 那时还太年轻 没有责任感 在世奇怀孕的时候 选择离开 走到一家包子铺 我停下脚步 买了两个包子 我递了一个给孙世奇 他接过包子 神情暗淡 他说 从你离开后 我再也没吃过包子 我浅浅尝了一口 记忆又回到了从前 在合作的小房里 柳如烟一边吃着包子一边说 等有钱了 我们开着豪车去吃大鱼大肉 那以后 我买一辆顶配的麦巴赫 然后我们在豪车里吃小笼包 他笑得很开心 坐豪车吃小笼包啊 对 吃一辈子的小笼包 说好的吃一辈子小笼包 但当年我受不了 他母亲对我的羞辱 选择离开 当年如果我没有退缩 而是选择和他一起面对 一起努力 应该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收起复杂的思绪 看向孙世奇 好吃吗 嗯 好吃 但味道变了 我很认真的看着世奇 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 他闭开我的眼睛 我到了 拜拜 世奇小跑着进入店内 我真想扇自己两耳光 后悔自己太心急 我在心中默默下了某个决定 这一夜 我睡得格外安稳 好久没有睡一整夜了 清晨 一阵铃声把我吵醒 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 我随手就挂了 刚挂又打过来 我按下接听键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南非 你怎么把我拉黑了 我生病了 我得了忧郁症 我好想你 你回来好吗 我没有说一句话 我刚想直接挂断电话 柯柳如烟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我惊掉下巴 南非 你好绝情 你陪我五年的青春 五年应该值一百万吧 对 你必须给我一百万的补偿 我懒得搭理他 挂断 拉黑 我躺在床上 把刚才的不愉快抛到脑后 我打开微信 搜索诗奇爱笑 这个名字已经六年没有联系过 这是孙诗奇在我微信里的备注 我点开他的头像 进入他的朋友圈 看见他昨晚发的一条动态 睡不着 睡不着 怎么办 还配了一张手拿包子的图 下面有我们共同认识的人的留言 饿了 你不是说你讨厌吃包子 有情况 如实招来 他发这条动态和这张图是什么意思 我表示看不懂 回到和孙诗奇的对话框 准备给他消息 昨晚失眠了 这样问是不是有点奇怪 删了 今天有时间 下午 不行 太直接了 删了 我们能重新开始吗 这都问的啥 删了 看着这个熟悉的头像 半天没有发出去一条消息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知道 他对我是什么态度 万一我太冒进 吓着他怎么办 在我纠结要不要给孙诗奇发消息时 我的兄弟给我发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告诉我 柳如烟现在很落魄 你走之后 他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看和你没戏之后 他和梁辰好上了 我说 他和谁在一起 我已无所谓 他接着说 你是不知道 他和梁辰在一起没几天 就去登记结婚 还办了婚礼 梁辰以投资的名义 拿走了他的嫁妆 然后就消失了 我说 他完全是自作自受 这个瓜还没完 还有后续 梁辰拿了嫁妆消失之后 一帮讨债的人找到柳如烟 让他还钱 原来 梁辰之前赌博欠了一百多万高利贷 这次回来找柳如烟 就是想从他身上捞点钱 要钱的那帮人找不到梁辰 就逼着柳如烟还钱 难怪 柳如烟要我给一百万的青春损失费 原来是被梁辰坑了 找我要钱 我可不是冤大头 我说 他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那兄弟说 就是 要钱的那些人也不是善差 没钱 就叫他去叶总会赚钱还账 最后没办法 他回家把他爸妈的房子卖了 才没有被送去叶总会 哎 我只能说他活该 柳如烟后来报了警 梁辰因为骗婚 骗钱 被关了进去 现在听见柳如烟的消息 我已经无感 就好像在听一个陌生人的故事 就图一个乐 我最终还是没忍住 给孙世奇发了一条消息 但他没回 看了眼时间 已经六点多了 他不会来了吧 我一直看着窗外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 公路对面出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我起身整理整理衣服 当他走到我面前时 我愣了几秒 今天他精心打扮过 白色戴雅长裙 长发自然垂落 显得格外优雅 喝点什么 我叫来服务员 白开水就行 不好意思 去接孩子来玩了 没事 我也刚到没几分钟 孩子 有人照看 在店里 同事帮看着 一时间 不知道说些什么 师奇端起水杯 轻轻抿了口水 我突然开口 晚上有时间嘛 一起吃饭 晚上要回家带孩子 师奇打断了我的话 我补充道 你可以带孩子一起的 师奇有些犹豫 这样 好 妈 我知道一家牛排还不错 他点了点头 嗯 可 一 他轻轻地回答 我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 我们现在过去 先去接孩子 看着师奇牵着一个小男孩走出来 我有些恍惚 总觉得这个小孩有些面熟 我下车 打开后排车门 小男孩走过来 用清澈的眼睛看着我 眨了眨大眼睛 妈妈 他是爸爸 师奇慌忙用手捂着孩子的嘴 不好意思 孩子还小认错了 别介意啊 孩子拉开师奇的手 妈妈说谎 他就是爸爸 我在抽屉里看过你和爸爸的照片 师奇开始慌乱 拉着孩子上了车 我也没多想 可能是小孩想他爸爸了 才会错把我认成他爸爸 到了地方 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包件 师奇去了洗手间 小男孩直勾勾盯着我 他说 你和我爸爸长得好像 我笑着说 真的吗 小男孩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你看 这就是我爸爸 我妈妈说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等我长大的就能见到他 我看着周爸爸的照片愣住了 这不就是我 我把这个小男孩抱在怀里 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相义 今年五岁 相义 五岁 姓氏 年龄 刚好吻合 正当我还在疑惑时 师奇从卫生间出来 小义 那边有娱乐区 你可以去那边玩 孩子听见有玩的地方 一蹦一跳去玩耍了 那个 孩子的父亲 我开口问道 没错 他是你的孩子 我一时雨色 这个消息太突然 我还需要消化一会儿 我看向那边玩的正开心的相义 他真的是我的孩子 我从震惊中缓过来 当年 你不是不想要孩子 你走后 我改变了想法 我决定生下他 他淡淡地说道 这些年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还要遭受外界的议论 不容易啊 师奇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当初 既然你选择了离开 我就尊重你的选择 我不想打扰你 师奇声音低沉 师奇转身去叫孩子去了 师奇深吸一口气 认真地看向孩子 小义 来 叫爸爸 他就是你一直想找的爸爸 孩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 爸 爸 他小声地叫了我一声 突然被叫爸爸 我愣住了 心里突然涌现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妈妈 我有爸爸了 爸爸能和我们住一起 师奇脸红了 尴尬地给孩子解释 爸爸有事要忙 暂时不能和我们住一起 看着他那期待的眼神 我心里一阵酸楚 小义乖 爸爸有时间就带你出去玩 吃完饭 孩子又跑去玩了 师奇 我们重新开始 好嘛 以后 就让我来照顾你和孩子 师奇哭了 我伸出手臂 将师奇摟入怀里 他在我怀里大哭 好像是在诉说这些年的心酸和苦楚 我紧紧地抱着师奇 心中充满了愧疚 我在心中下定决心 我又恋爱了 我和师奇每天约会 谈心 享受彼此的陪伴 如今 回首过去 那些伤痕已经不再那么痛彻心扉 它变成了我人生故事中的一部分 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我证明 新的恋情 的确可以治愈过去的情商 我牵起师奇的双手 我买了一套房 要不 改天我们搬过去 啊 师奇惊讶地看着我 一时间不知所措 师奇 我们结婚吧 他瞪大眼睛 有谁是你这样求婚的呀 那你是同意还是 师奇冷哼 没有鲜花 没有戒指 不算 那我现在就去买 说着 我转身就要走 回来 师奇拉住我的手 把我拽回 骗你的 我顺势用力一拉 用力过猛 师奇撞进我的怀里 他屏住呼吸 我能感觉到他身体升温 心跳加速 他从我怀里挣脱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心跳的感觉 此时我再也按捺不住 小鹿乱撞的心脏 要不要 去看看房子 卧室很大 你真坏 师奇脸很红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一个人的出现 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柳如烟不知从哪得到的消息 知道我掉来护城 周末我带孩子去游乐场 师奇也在 南非 听见有人叫 我转身 柳如烟快速朝我跑过来 上来就一个熊抱 买完奶茶的师奇刚好回来 柳如烟注意到了师奇 孙设计师 师奇有些慌乱 我 爸爸 这个漂亮阿姨是谁呀 她为什么要抱你 小鹿好奇地问道 柳如烟看了看孩子 又看了看我和师奇 瞪大眼睛 你们 我看向师奇 你先带孩子去那边等我 柳如烟眼神中闪过一丝困惑 这已经超出了他能理解的范围 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我冷冷地问道 柳如烟看着远处的师奇 不解释下 我给你解释什么 柳如烟往后退了一步 他的眼睛瞪得更大 你们 难怪上次在婚纱店 我就感觉你们没来眼去的 南非 那孩子得有五岁多了吧 你和我在一起五年多 你一直在骗我 柳如烟开始激动 你和我分手 也是因为他吧 我去见梁辰只是你分手的借口罢了 是吗 南非 你说我脏 他不也一样 这些年你们背着我在一起 还有了孩子 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活在阴暗角落的人 总以为全世界的人 都和他们一样阴暗 我有点无语 带着怒气 柳如烟 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的 和你在一起这些年 我没有一点对不起你 柳如烟像看笑怀一样看我 他指着远处的师奇 哈哈 他笑忠带着哭腔 他显然是不相信 认定了我和师奇 是背着他在一起的 说再多也没用 柳如烟头发散乱 妆面已经花了 很憔悴 回来好吗 我什么都没有了 柳如烟哀求道 柳如烟像是下定了 决心看着我 我不在乎你有孩子 如果你舍不得他 我可以让你把他养在外面 只要你能回来 气笑 我摇摇头 柳如烟 我对你很失望 我们已经分手了 好聚好散 蓝飞 你真的好绝情 你别后悔 我要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我 柳如烟情绪激动 状态不太对 柳如烟 你要做什么 突然 柳如烟翻过栏杆 走到高台边缘 一直脚悬空 快过来 危险 我皱着眉头 一颗星悬在半空 柳如烟转过身 脸色苍白 这些年你一直都在骗我 我已经给你解释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快过来 我急切地说 石齐不知什么时候 也跑了过来 柳如烟 你 别做傻事 石齐紧张地喊道 柳如烟看着石齐 笑了 像是在自嘲 我真的好傻 柳如烟笑着哭 哈哈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闭上眼睛 突然身体往后倒 不要 石齐愣在原地 全身在颤抖 石齐 石齐 我飞快跑到高台下 一边跑一边祈祷 千万不要有事 不然石齐会内疚一辈子 他会傻傻地以为 是因为他 柳如烟才会出事 柳如烟 你为了让我记住你一辈子 命都不要了 你太狠了 这年的冬天 出雪纷飞 我和石齐终于迎来了 我们的大喜日子 我们在雪地里举办了婚礼 很浪漫 我们手完手 走过铺满雪花的红毯 踏着洁白的雪花 走向了属于我们的未来 雪花在我们的周围飘落 就像是为我们的爱情作证 每一片雪花 都闪耀着纯洁的光芒 石齐穿着白色的婚纱 上面有他最喜欢的玫瑰花 他站在雪地里 宛如冰雪仙子 他的笑容 比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眼中满是幸福和期待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这一刻 我感到无比温暖和安心 我愿意 我愿意与他一起 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我宣誓 要爱他一辈子 在角落里 我看见了柳如烟 经历过上次的时候 他似乎释怀了 那次的惊险 差点让他丢了性命 也许正是那种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让他学会了放下 柳如烟缓缓缓向我们走来 他的脸上带着微笑 南非 石齐 祝福你们 石齐挽着我的手 看向柳如烟 谢谢你 柳如烟 希望你早日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柳如烟微笑着点头 我会的 柳如烟缓缓缓转身 我看着他渐远的背影 在寒风中 他的身体在抽搐